嘿嘿,我是Layon 嘿嘿,我是Layon 今天來看馬扎爾人對上馬來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的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者的文明 是馬扎爾人 馬扎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騎兵 這個一攻是免費給的 所以在封建時代 馬扎爾的弱腦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馬扎爾人後期可以打反驅攻 他的重裝馬攻也是四季帝國裡面 重裝馬攻傷害及射程最遠的文明 那馬扎爾人他的經濟加成是沒有的關係 所以要在前期盡可能多打強軍事 趕快去多多點一下攻防會比較好 那馬扎爾人他的軍事方面來說的話 還是比較適合走弱馬跟步兵路線 所以前期打槍兵加弱馬是一個蠻適合的選項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升級速度是四季帝國裡面 升級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馬來人他的大象還有四折大象可以用 而且他的步兵鎧甲是免費給的 所以他在前期的步兵 裝甲步兵快攻也是可以選擇的打法 那馬來人的強弩也有這個母子環 所以他後期也可以打強弩 而且後期也有火砲 所以整體來說馬來人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只有這個騎兵路線稍微錄了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建時代吧 好目前看到歪歐這邊是開始去拔木工 好這裡野豬趕快吃 那這張地圖看起來歪歐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這個金礦在前面也不太好圍 歪歐圍的還蠻大的 那骨子在後方還OK 那上方的位置看起來沒有太多的好用資源點了 後面還有一塊金 那還可以 以為後面沒有金礦 那如果前面的金礦被控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挖金礦 所以還行 但木區部分的話只有三片木區 而且都離得有點遠 好看一下瑪扎爾這裡 那瑪扎爾的地圖呢 這裡石頭在前方 黃金在下果子在右 那瑪扎爾這邊前期的果子會比較難受一點 黃金也在下方 那黃金的點位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這看起來兩個附近都在這 好那這邊瑪扎爾已經點下了織布技術 歪歐這邊是決定要來打棒棒開掘 使用民兵攻擊敵人 那這邊看一下民兵進攻的話 待會升到封建世代會給一起的步兵鎧甲 那這邊是有在挖20塊黃金 這裡要再按一隻棒棒嗎 看一下這裡沒有打算按 就把這20塊不滑光 好這裡上去對著村民一陣暴打 欸拉掉沒有射到 OK 好這裡趕快敲一下這個木牆 後面馬上補了射箭場 看到你棒棒開我射箭場馬上放 但是歪歐有看到你還沒有挖進 那這個射箭場的攻兵應該沒那麼快可以出來 那歪歐這邊則是先補下了採礦營地 上方這個洛馬被戳到了一下 血有點慘 上方兩次棒棒回頭打下槍兵 哎呀撞到了這個PC 血量掉的有點多啊 剩下半血左右了 好那歪歐轉出攻兵 第一時間反擊了棒棒回去 好家裡的棒棒被槍兵打了一下 但是槍兵完全打不以民兵 好這邊做一個騷擾 那看到歪歐這邊進攻 算是防守做得很不錯 所以馬薩爾人可能不會再大肆進攻 總會找個機會用毛兵反擊回去 好先打弓箭手的血量 好收到這隻槍兵 家裡的肉馬跟棒棒還在騷擾 但是棒棒沒空好 撞到了TC送掉了 好下方的攻兵還在了 好歪歐的肉馬看到了毛兵 但毛兵靠收到這隻殘血的肉馬 好那棒棒這裡騷擾 並沒有辦法做到害徒的事情 挺多讓馬薩爾這邊收村 好這邊居然走過來了 有點小小尷尬 但還行 兩隻攻兵過來 繼續跑 全棋打鬥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歪歐這邊是點下一級伐木 跟一級農田 唉呀撒了一些田之後才開始補一級農 這個補的時機 挺特別的 好馬薩爾這邊是繼續出毛兵 一級農田沒有點 打算升到城堡是再去點一級農田了嗎 那這邊看一下哈特有沒有把自動灑農田給關掉 好這裡有關掉 所以馬薩爾人待會農田就會自動停耕 不會繼續復根下去 等待會再補一級農田 就不會損失太多的肉 好歪歐點下了瞭望技術 這個瞭望技術補下之後 就可以用這個視野去偵察敵人 就不會這麼的按 好那打算左邊這裡還先不要圍死 先把上方這裡搞定 好這一波弓箭手進來 來 射掉了一隻村民 毛兵解決掉進來的弓箭手 沒想到這一波弓箭手是直接衝進來 但還好哈特這邊只是死了一村 好那馬薩爾人這邊是決定升到了城堡時代 下了一個馬舅 待會應該是要來轉騎士了 好結果馬薩爾人封箭時代並不是打ROM開局 可是看到棒棒馬上放了射箭場 好 YO這裡也是補下了城堡時代升級 這裡是八隻毛兵 對上四隻毛兵 好這裡人家要測一下 兩邊的毛兵數量差不多 這裡要聚集一下 變成毛兵大戰 好這邊誰出攻兵誰被壓制 所以YO這邊攻兵 要升到城堡時代的弩兵 才可以做拉打 現在肉馬上去把這些毛兵收掉 農兵30秒升級好 好再收掉一隻有機會嗎 哇果然YO這邊出攻兵被壓制住了 被壓制住的情況一定要轉頭褲子車了 不然就是要轉騎士 馬來人的騎士偏爛 只有一擊馬鎧 而且也沒品種 所以通常都會用其他方法去解決 例如轉出爪刀 或者是打這個劍兵 都可以考慮了 好 YO這邊也沒有選定補馬鎧 那如果他這裡有馬鎧的話 也可以按一兩隻的毛巷符 稍微擋下 YO的攻兵手決定不離這一坨 反正我攻兵也打不贏 戰毛兵 那我不如迅寅家繞繞 能偷點幾村 是幾村 馬剎這邊 防守也是有在做偵查 左邊這個槍兵一直有在巡邏 正面的部分誇為死 在高地的部分 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YO這波應該是稍微騷擾 但是馬鎧爾人 這邊是把所有的戰毛兵 去追逐了這一坨奴兵 好 兩邊打的算是小打小刀 主要還是要走開TC的流程為主 3TC 開農上去 那馬來人遇到馬鎧爾人的打法 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的部分 要打這個強奴啊 或是要打這個槍兵 去打對方的遊俠 但以馬來人來說 他是選擇後期 地魔時代 還有大象這個選項 那馬鎧爾人來說 打大象也不是這麼難打 因為他的騎兵鎧甲偏弱 所以馬鎧爾人的反驅攻馬攻 打這個四折大象 其實挺好打的 並不會說這個大象 露得一批 打不進去 並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要這樣打的話 馬鎧爾人還是要一些露盾 轉一些標旗 並在前面擋也不錯 好 這邊高打第一 結果投石車換掉了 兩邊各換一隻 奴兵的部分 血量保存得很好 三毛兵現在只有四隻 還要投石車在後面 YO並沒有想要秀對方的投石車 下了二級防 這個投石車一直想要給壓力 一直不攻擊 就看YO哪時候會失誤 這裡不把這個防子低掉 不然太卡了 投石車出來 第一打高一發不會被打死 但是有奴劍補傷害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 結果直接被HOT預判成功 YO來不及投出石頭 反而被HOT先發自忍了 這一波有點尷尬 而且戰毛病現在越來越多了 這裡可能要再回撤一下 投石車要再繼續按 這個投石車可能要再繼續補 不能停了 直接點掉城門 補一下第二台投石車 打到了插邊球 回頭要再補預發嗎 但是要小心對方的高打第一 再打一下 HOT沒有預判成功 這裡YO沒有預判 直接點了過去 這裡也沒打到對手 這裡沒有預判 這個炸好險 差點炸掉投石車 還想要回去補傷害 但這邊來不及 這個阿會換掉了 結果是馬扎爾這邊的投石車被換掉 YO的錯誤反是被投石車給炸死 現在馬扎爾這邊投石車壓力給的非常足夠 這裡沒有騎士 投石車就可以爽爽炸 還是馬扎爾轉生鯉呢 馬扎爾要轉生鯉呢 馬扎爾生鯉其實算是能打的 現在是73吋69吋 投石車要小心 血量很低 結果兩台投石車都被炸掉 YO這邊前期損失了非常多的投石車 一台投石車換三台阿 馬扎爾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這裡工兵已經繞幹過來了 這一波繞背 非常的不錯 有給馬扎爾一些壓力 但是正面才是重點 這一波趕快按些戰毛兵回家防守 戰毛兵有點下水餃 存在這個工兵高打滴 馬扎爾這裡沒有點工兵開甲的關係 被奴兵射還是會被秒殺的 YO這邊點下了護衛技術 也點下了一擊攻 看來是要來轉爪刀了 按幾隻爪刀就可以快速解掉前方投石車的問題 這一坨奴兵還在輸出 還不錯 讓馬扎爾這邊被迫收村 這裡沒有彈道學拉近射擊 有點一擊的工兵台甲了 稍微能扛 爪刀溢出來 投石車想要退應該是來不及了 回頭看一下這一坨工兵 哇 又抓到了一村 哇 哇 這邊工兵抓了非常多的村民 抓了七村了 79村對87村 村民宿開始慢慢被拉開了出來 好 下方爪刀 快衝 射箭場 兩個不在家裡 這邊想要做一個包夾 能不能包住呢 好 這裡看一下 繼續丟 繼續丟 這個血量 掉得滿慢的 這個打得有點歪 基本上是沒打到 但停下來就會被打了 趕快走趕快走 這個絕對不能停 好 下方的爪刀 撞到了這裡 轉馬弓的馬扎爾 那現在馬扎爾的團隊加成 是馬弓製造速度變快 讓他城堡時代 轉後期帝王的返虛 跟馬弓成型速度 是有感的 並且馬扎爾人轉馬弓的時候 更快一些些 畢竟馬扎爾人沒什麼經濟加成 所以要補太多射箭場 去補這個產能的話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那現在只要雙射箭場慢慢按 還是算可以快速成型 好 但是馬扎爾這個是三個射箭場 算是蠻快的殘忍喔 所以這邊支援用得很快 YO這邊是補下了戰毛兵的升級 你一轉馬弓我就轉戰毛 但是戰毛兵是打不贏其事的 所以YO這邊可以選擇打法 是槍兵配戰毛 或是強弩配戰毛 或是直接強弩配爪刀 好 都是一個選項 那如果需要黃金多一點的話 那就是用爪刀去當坦 然後戰毛 後面圍斧 也是一個不錯的打法喔 好 YO這邊是選擇了爪刀爆 爪刀按了非常多隻啊 OKYO這邊補下了半導學 這兩隻騎士砍得有點開心 這根城堡60幾% 現在要蓋起來還需要一點時間 還有25% 頂著這兩隻騎士的輸出 村民神命蓋寶 前方的爪刀貼到了馬弓的臉上 打掉了非常多的血量 爪刀這個單位最麻煩就是 他可以大量生產 兩個爪刀只佔一個人口 所以下個馬弓現在沒有拇指環 射擊速度慢的情況下喔 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 那這邊拉打來說的話 馬薩爾只要前面有一些肉馬 彈著 轉這個標騎兵 然後反虛弓馬弓 到後面輸出 還是能解得了爪刀這個單位的 好 馬薩爾人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YO這邊出了太多爪刀的關係 現在帝王時代完全沒有緣分 這肉類差太多了 好 大家看到現在兵力這麼少 YO應該是心裡有底 我可以一直壓制你 你家裡看起來沒多少兵 應該是點帝王時代了 好 YO這邊補下了弓兵鎧甲 應該是要走帝王三級射 三級防 扛戰毛兵的路線 好 這裡找到快被打完 看一下正面 正面這裡有大動作 三毛兵過來 好 這邊高打地 爪刀上前 走飛車補下 好 前方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馬薩爾這邊在堅忍當中 好 這裡爪刀開始有輸出囉 抓到了一些村民 好 這裡馬光被換了蠻多血量的 哇 這一坨戰毛已經有做到很多事了 好 看到對手上帝王時代 哇 這邊可能要稍微挺一下爪刀 買賣一波 準備要來上帝王時代 好 買了400肉啊 發了500頭塊黃金 好 這補下黃金不夠 帝王時代補下 好 這邊是短衝車 馬薩爾這裡補下了母子環跟三級射 帝王時代升上去 現在要轉出重裝馬工的話 還需要900多肉 黃金也需要更多一些 所以馬薩爾這裡 要怎麼辦法賺到這些肉呢 但是如果肉配的太多的話 待會馬工也會有經濟失調的問題 不然就是自己要轉馬薩爾 不要騎兵出來打 馬凱爾趕快補 就覺得這邊還是要多補一些農田喔 所以比較適合 好 這邊要轉抽石車 用這個衝車暫時解決不了 好 馬工決定直接去外面打野 看可不可以鑽一些洞進去 鎖個一波 好 終於轉出了麻雜的標騎兵 標騎兵打工程器單位 有額外增上的效果 而且等一下淫灌技術之後 一隻標騎兵也是80塊錢 好 而且這個血量是非常多的 95滴 而且有免費的三攻 現在標騎兵戳戰毛兵很痛啊 好 馬扎爾人 這裡是繼續按了非常多的馬工 好 標騎兵 按了一些 哎呦 馬工抓到了很多村啊 歪歪後方的村裡死了一片 這裡的金礦弓全部死去了 好 戰毛兵趕快幾次回救 哈特馬扎爾 並沒有要繼續往裡面深入 看起來是沒動 好 下方也有少量爪刀 再打一個多線 歪歪 這時候補下了三級射 戰毛兵終於射程正常了 好 馬扎爾這邊是優先點下了反驅弓 反驅弓CP值最高 比重裝馬工更重要 可以增加射程跟傷害啊 好 現在射程 可以到八點 八點射程的馬工 好 歪歪下方 這裡戰毛兵想要接馬工 就看到 哎呦 馬扎爾居然在下方偷蓋寶 想要轟住這兩片礦區啊 那這裡要趕快轉巨型偷斯機 拆除下方城堡 好 歪歪這裡點下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馬扎爾這裡也是點下了工兵鎧甲 還有化學 攻擊力 準備要來到最高點了嗎 當然現在還沒有重裝馬工升級 現在攻擊力可以到達6加5 好 三級的攻擊力已經點下 一分鐘快要升級好 好 爪刀勇士數量慢慢在噴了 現在攻防全身完 精銳爪刀也up上去了 待會就是12點傷害 每一隻爪刀都是12點 好 那一隻爪刀現在是15塊錢 黃金需求量比以前貴了一些些 現在要打正面 真的是要打戰毛兵配爪刀了 右方有一坨戰毛兵過來 要拉爪刀過去嗎 好 看到戰毛兵 直接拉爪刀過去 側面反而是用戰毛兵做防守 哇 這些村民又被點掉 好 這邊補下了化學 還有工會技術 這個工會制度給補下 待會買賣可以再獲得更優惠的價格 馬薩拉這一次繼續補下了更多的馬鎧 看來要把這個標騎兵升上去了 但要打標騎兵的話 城堡數量要好好保存起來 現在是三根城堡 但有一根城堡有點危險喔 好 馬薩拉標騎兵繼續按 重裝馬弓也補下了 結果歪呦這時候突然在轉金罐跟裝甲步兵 OK 馬來後期還有這個選項 他的雙手劍兵 可以不用黃金就可以直接生產 要點下這個強制增兵之後 算是要消耗額外的肉類喔 才可以去無金鏟雙手劍兵 算是一個很強大的力 好 算是現在馬弓也慢慢成型了 7加5 12點的傷害 但打爪刀這個單位身上 實在是有點 拿大砲打蒼蠅的感覺 傷害一直在抑傷 全部的箭矢都射在同一隻爪刀上 這麼多的爪刀 要一直拉很多施工 才可以解決得掉 那馬炸人一定要靠一些近戰單位在前面 前排扛著 不然自己可能會消耗太快 好 這裡馬弓上高地 高打第一這邊看一下 馬弓開始原地射擊 好 馬炸的標騎兵上前 想往後面抓巨型投石機 但是看到後方有很多爪刀在保護著巨頭 這邊爪刀也是 追著標騎兵一直接著打 這邊的戰毛兵開始輸出戰後面的重裝馬弓 看起來這一波歪歐打得還算可以 但是馬扎爾人這邊也打得不錯 並沒有盲衝後排的巨頭 這兩邊都是有互相出現死傷的狀況 下方的爪刀是繼續奔跑 這裡的城堡有點變道德堡了 爪刀好多啊 好 上方巨型投石機 架起來了 好 這裡補下重裝長槍兵 看起來是不想被消耗的這麼兇 轉些槍兵混搭著 抽一下肉馬 抽這個標騎兵其實也不錯的 好 這根城堡可以順利拿下 馬扎爾這邊尷尬了 現在剩下下方這根城堡可以產標騎兵了 現在名前產能不夠 馬扎爾這邊的近戰單位不夠 所以馬扎爾這邊升級 精銳馬扎標騎兵有點投資錯誤的感覺 感覺不太能打這個標騎兵 可是要選擇打大洛馬 可能會更好 產能更快 而且不用擔心沒城堡的問題 現在只剩下一根城堡 產能就會出現大大的問題 現在連工程也需要使用巨型投石機 所以造成現在城堡的產能都被卡住了 趕快轉出大洛馬的升級 有600肉了 600金 等一下如何 這邊先點一下安息人戰術 增加一下馬攻的血量 還有這個防禦 正面直接用馬攻射掉火炮 前方戰寶兵也要射光了 後方爪道開始亂奔 這裡爪道非常多 下方城堡最後一根也要被拿下 這根城堡被拿下之後 哈特最後的城堡 也就被搞定了 這波爪刀爆 打得非常漂亮 一直打一個多線進攻 爪刀到處在亂竄 讓哈特沒有辦法 很好的專心進攻一個點位 這裡槍兵上來 馬大標旗兵順利解掉了幾台巨型投石機 應該是兩台喔 剩下一台活了下來 反正爪刀遇到這些馬攻 其實打起來也是偏仇痛的 好 上方爪刀繼續奔馳 多線進攻 爪刀最厲害的地方就在這裡 火量大 生產速度快 雖然我正面打不太贏你 但是我可以打多線 只要掏空你家 就算我贏了 好 這裡49隻馬攻 後拉 抓通抓一下 哇 可以抓到非常多的村民啊 麻雜這邊村民樹只剩下85村左右 哈特的村民樹越來越下降 雖然還有一整隊的馬攻 但是沒有辦法阻止Wild多線進攻啊 哇 馬上這邊拉攻 已經擊殺了189隻的單位 這個殺敵樹已經突破天際了 但是卻越打越潰敗啊 好 Wild這時候還沒有開始補雙手劍兵 強制徵兵點了 但還沒有轉出來 還是繼續持續使用爪刀 配上戰矛 還有火炮 巨頭 慢慢拆除前方的劍毒 好 這一坨戰矛撞到了馬攻 馬攻血量開始慢慢掉 下方的弱馬打得很開心 快拉些找到去解救一下戰矛兵吧 但是馬攻數量也開始下降了 掉到剩下46隻左右 好 這筆火炮打個一發 好 下方城堡喔 補了一個 這樣YO就可以奪取這裡的黃金 ART這裡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馬渣人 欸不是 恭喜馬來人拿下比賽這裡 哇馬渣最後是脫了這一坨的馬攻啊 結果輸掉了比賽 這有點可惜喔 這個馬攻雖然強大 側面確實很難打得贏 但是YO一直打一個迂迴戰術喔 打得十分漂亮 雖然馬渣人後面也是 有些弱馬過來 但是自己的經濟線已經爆炸了 而且野外的礦都被控制住了 ART這裡也沒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繼續打下去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YO拿下比賽勝利 經濟贏了2萬之元 哇雖然馬來人沒有在陸戰有經濟加成喔 但是他生時代的這個速度 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端一些村民喔 後面這個資源沒想到滾到2萬度的資源相當不容易啊 軍事部分呢 則是馬上拿到1.75的KD喔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歡迎leader